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与猪带掏虫的形态和发育过程相似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学习牛带掏虫 牛带掏虫的外形与猪带掏虫相似 但虫体更长 截片更多 我们看到的这是牛带掏虫运截片 活动能力强 常单个截片主动溢出肛门 更容易引起患者的重视 猪带掏虫与牛带掏虫的鉴别要点 牛带掏虫长大概是猪带掏虫的两倍 4到8米 含有1000到2000个截片 较厚不透明 猪带掏虫截片有700到1000个截片 较薄 略带透明 牛带掏虫头截略成方形 无顶突和小钩 猪带掏虫的头截成圆球形 有顶突和小钩 沉结的主要区别在于卵巢的分叶情况 猪带掏虫卵巢分三页 左右两页和中央小页 牛带掏虫卵巢分两页 孕结子宫分支树木 猪带掏虫每侧7到13只 牛带掏虫每侧15到30只 猪带掏虫的囊尾幼头截有顶突和小钩 可寄生人体引起囊尾幼病 牛带掏虫头截无顶突和小钩 不能寄生于人体 因此其危害性较猪带掏虫小 虫卵有什么区别呢 形态上是没有区别 牛带掏虫的生活史 与猪带掏虫的非常类似 人是牛带掏虫唯一的中树主 成虫寄生在人的小肠上段 孕结常逐节脱离链体 水分便排出 从链体脱落下来的孕结 仍具有显著的活动力 可主动从肛门溢出 当孕结沿地面蠕动时 可将虫卵从子宫前端排出 或由于孕结的破裂 虫卵散播在外界污染环境 当中间宿主 牛吞食到虫卵或孕结后 虫卵内的六沟柚 即可在小肠内孵出 转入肠壁内 水、血循环波散到身体各处 尤其是运动较多的肌肉 两个多月后发育为牛腊尾诱 除牛科动物外 羊、美洲驼、长颈鹿、羚羊等 也可被牛腊尾诱寄生 牛腊尾诱的寿命可达三年 人若吃到含活脑尾诱的牛肉 经肠消化液的作用 脑尾诱的头节既可翻出 并附着于肠壁 经8到10周发育为成虫 成虫寿命约20到30年 甚至可达60年以上 牛带掏虫感染一般无明显症状 偶有腹部不适 消化不良 腹泻或体重减轻等症状 由于牛带掏虫孕结活动力较强 几乎所有患者都能自己发现排出的结片 多数有孕结自动从肛门溢出和肛门搔痒的症状 脱落的孕结在肠内移动 可引起回盲部剧痛 偶尔引起蓝尾炎 肠腔主射等并发症 该病的诊断过程询问病史 对发现牛带掏虫病很有意义 常有病人自带着排出的孕结前来就诊 观察孕结的方法与猪带掏虫相同 根据子宫分支的树木特征 可将两者区别 通过分检可查到虫卵和孕结 采用肛门四直发检查到的虫卵的机会更多 牛带掏虫呈世界性分布 在洗食牛肉 尤其是有生吃或不熟牛肉习惯的地区 和民族中形成流行 我国仅少数民族地区 曾地方性流行 如苗族 洞族人喜欢吃红肉 腌肉 歹族人喜欢吃剁生等 都是将生牛肉切碎后 稍加灼料浸食 藏族人喜欢将牛肉烧风干浸身时 或在篝火上烤食 未烤熟的大块牛肉 这些食用习惯都容易造成人群感染 我国二十多个省有散在病例 非流行地区 无吃生肉的习惯 但偶尔因牛肉未煮熟 或使用切过生牛肉的刀 沾板 切生食菜食 牛腦尾又污染而引起感染 造成牛带掏虫病地方性流行的主要因素是 病人和带虫者 粪便污染 木草和水源 以及居民使用牛肉的方法不当 治疗方法与猪带掏虫病相似 管理好人粪便 避免牛受感染 加强宣教 注意饮食卫生 改变不良饮食卫生 不吃生肉和不熟的肉 加强肉类简易 好 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